各位早晨 今天我要讀的经文 就是我们之前教会的每月金句都会讲的 记住在《二彩亚书》第四十章 第三十一节 这一节圣经就在 《大纳丹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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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榜丹佳华》 《大纳丹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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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birb candidates 台客 again 或者 Account offering 今天我们两人做工具 日文 詩字 誒 不知道 G是大門徒之大感染 原來是這樣 每年我們暑假 我們教會有全時間的門徒訓練 所以今天三個 接受暑期和門徒訓練的年輕人 真的要帶著他們 我們去哪裏都要帶著他們 都很掏顧目 因為牧師想偷懶也不行 我們完全講到 我們先喝杯茶 但是帶著他們幾個 就不可以這麼懶 所以每一次帶門徒的時候 都很考考你的生命 你的門徒往往都在你的生命中 學到一些東西 你的生命是怎樣 可能你的門徒的生命也是怎樣 知道你每個人講得很興奮 因為認識了周牧師 已經認識了一年多 是一個很積極 很有心 很有毅力 很有勇氣的學者 我真的很佩服 周牧師 為什麼呢 我和她是一個小組 整個小組都是唐主任小組 大家知道 整個小組都是唐主任小組 唐主任小組 唐主任一般來說 都是嚴肅的 很少人 好像我講的 這麼輕挑 我去到那裏 我就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很隨和的周牧師 是你無論如何都不覺得有戒替 有隔壁的 你和她一起相處 你永遠都覺得很舒服 你不用整天都打著胎 我問她 是不是一定要打胎的 你跟她一堂 她說 你不能打的 我說這麼好的教會 去哪裏找呢 你們有一間好的教會 你們又有一個好的牧師 那裏牧師有一個奇怪的是什麼呢 就是 上一陣子在日本 就說海嘯 大家知道吧 那教會呢 就當那些人結婚 就在那裏討論 她不去日本奉民怨 那可能呢 改了一個地方 改了一個地方 就不去日本了 因為呢 很害怕 很害怕 那裏有危險啊 很害怕那裏有輻射啊 很害怕那裏 那裏 有一天呢 打開了Ebell 我突然見到周牧師去日本 來 DONO 我認為自己的街上 đi Vladimir 那他在日本 基督徒是去的,人人都怕了,基督徒是勇往直线,人人都怕,但是基督徒却是没有勇敢, 基督徒是拥有其他不同的人的生命的呢?有很多人说,相信的人就会有封城的人生, 但是其实很多基督徒会出来的,未必是封城的人生,我记得有很多基督徒不单止没有勇气,甚至很多时候都被人更舍规,更害羞,更容易胆怯, 第一,你一定要明白,原来信心有两个方向,你可以信得积极,你也可以信得负面,同样都是相信的人, 同样都是相信,你可以信得积极,你可以信得负面,如果你纯纯留意新闻或者报纸或者资料的话, 你差不多会被说服了,你会患上重病,可能你会患上心脏病,可能你会患上胆固醇,可能你会有糖尿病,可能你会有各类的病症, 你会患上的病症?年初时,我起床,有一天很累,我有一天有一个小妹一人跟我说, 你看看,我愁疼病不多,我为什么愁疼病,哇,是的,愁疼病很容易疲惊, 说不是吧,那么害怕? 他说,我有一天看新闻,说,哇,你知道吗,根据研究资料显示, 我們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患上癌症 嘩我聽完又怕了 接著就去驗一下身 驗身出來又沒什麼 等於可能你天天都聽見這些負面的新聞 你打開電視機 那電視機 它就報告什麼 它就報告那些負面的東西給你看 哪裏撞車 哪裏地震 哪裏倒樓 哪裏死人 天天的電視機就告訴你 那裏有死人啊 那裏有瘟疫啊 那裏有塌子啊 或者可能這些都是真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相信那些東西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而不相信我們是蒙神祝福的呢 聖經的詩篇九十一篇 聖經有這樣的說話 它說 須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 萬人仆倒在你右邊 這災卻不得臨到你 我們要相信一件事 就是我們蒙神祝福的一班人 是很多災難會發生 但是不一定會在你身上 為什麼相信負面和相信正面其實都是一樣容易 都是一個相信來的 那你應該選擇 相信自己健康快樂長壽 還是相信自己會有不幸 會有患病 會有坎坷不順利的事情出現呢 但是我這裡有一個勸告給大家 就是你不需要為你的絕望來做準備 因為絕望來到了 你不能選擇 而在這個有得選擇的時間 為什麼不選擇積極 為什麼不選擇盼望呢 就算病的時候 你都應該宣告 我要憑信心宣告 神要恥福我 神要醫治我 既然都病了 為什麼不相信快點好呢 是不是 不要 一個人要活得積極 上帝很奇妙 上帝給人一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給人有夢想 如果選擇阿伯拉罕的時候 他就給阿伯拉罕什麼呢 一個夢想 他選藥室的時候 他就給藥室什麼呢 一個夢想 當時你選保羅的時候 同樣都是給他一個夢想 神選人永遠都將夢想放在你裡面 神很喜歡人有夢想 不要讓你的夢想停下 要將目標不斷放在你面前 或者我們曾經遇過失敗 或者試過被人負面的批評 但是不要讓負面在你裡面失敗 要不斷相信好事將要臨到你 好的事情將會發生在你生命裡面 而尼米哀哥三章二十三節 聖經有這樣的說話 他說每早神都是新的 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沒錯 每一天 神都給我們新的一天 是新的一天 太陽每一天都重新再升起 告訴我們我們重新有盼望 為什麼帶著負面來過今天呢 為什麼不可以帶著一個新的心 一個積極的盼望 來朝向我們每一天呢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 擁抱積極的人生 我在這裡給你們大家三個方法 怎樣人生你可以有積極呢 第一 請你為蒙福而做準備 而不是為禍患來定計劃 我們有很多人常常為壞事來做準備 我有一天看電視頻道 他講了一個研究 他說什麼呢 他其中提到呢 人到了三十歲之後呢 身體的機能就開始退化了 整個節目呢 就講三十歲之後呢 那個機能怎樣退化了 他說呢 原來呢 你三十歲之後呢 你的肌肉群呢 每天都開始消失一些的 然後你的腦細胞呢 每一天呢 減少幾多的百分比 那我看完呢 整個discovery channel呢 我就想 死了 我都四十歲了 我想我都差不多了 真的 被他講到我了 曾經碰過一些電影之妹 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 我都五十幾的了 人豪 聽又聽不清楚 就是看東西又開始蒙蒙的 你不要找我侍奉 我說 啊 老友你五十幾的 你又這麼快準備自己退休了 老友你信錯了 不要將信心放在錯誤的地方 信心必須要放在積極的地方 地方就是神的說話 我們一定要相信上帝的說話 不是相信自己的現況 生命記三十四章第七節 聖經這樣說 摩西死的時候年一百二十歲 你知道嗎 聖經說摩西死的時候幾多歲 一百二十歲 他眼目沒有芬花 精神沒有衰敗 正經是這樣形容摩西的 他一百二十歲了 但是怎樣 眼目沒有芬花 精神沒有衰敗 摩西死的時候一百二十歲 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聖經還說他很醒目 很聰明 很健康 可不可以和你隔壁的人說 你老了都是很聰明 很聰明 很健康的 我醒來 很多人會想到老 很懶惰 我就說 為甚麼我們不相信老 我們仍然活得健康 活得快樂 活得積極 活得開心 當加勒八十歲,你知道摩西有個朋友叫加, 加勒八十歲,他還跟神說,神啊,給我一座山,我要為你去得一座山。 他八十五歲了,在《聖經》裏面《約書十四章》裏面這樣形容加勒, 他說,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者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者四十五年, 期間以色列在曠野行走,看啊,現今我八十五歲了,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者座山給我, 那裡有阿納族人,並有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聽見了, 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 其實這段經文在說什麼呢? 加勒八十五歲了,每一個到八十歲的人,你不要說八十歲了, 我現在聽那些年輕人說,就是四十歲已經在那裡有一個夢想, 就是什麼? 徒義徒留。 加勒到八十五歲,他依然向神祈禱, 神啊,給我,給我,給你的儀仗我,給你的方向我, 給你的目標我,我要去為你。 加勒八十五歲,他依然覺得他可以為神, 兄姐妹你知道嗎? 為神,永遠都不會太老的。 和你介紹我,為神,永遠都不會太老的。 其實八十五歲,還可以在那裡計劃積極的人生,是很難得。 他本來可以說,哇,神啊,我都幾十歲了,又腰酸背痛,又老眼昏花, 我出去打仗,保險都不包啦,可不可以不出街啊? 但是加勒沒有這樣說,相反來說,他會說,我強壯,我健康。 其實問心一句,八十五歲了,年紀大又會怎樣啊? 機器壞嘛,是吧? 但是加勒從來都沒有這樣看自己。 相反,他常常的宣告,我強壯,我健康,我依然可以為神。 哎,頂姊妹啊,無論你幾多歲都好,我想告訴你,永遠都不會太遲。 神幾多歲都用,神幾多歲都會大大使用,你幾多歲都可以經歷神的豐盛, 你幾多歲都可以經歷神的豐富,只要你願意為神,神一定會為你預備那個豐盛的人生。 因為這個是耶穌基督的應許,他說我來了,就只要叫楊得生命,並且要得的生命就是更豐盛。 Amen,神很想我們有更豐盛的人生。 你知道嗎?老其實是一種心態來的。 或者你越來越老,但是如果你心靈裡面是健康, 經常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你永遠都好像二十五歲一樣的。 有個歌星經常都出來告訴你,我年年二十五歲,我年年二十五歲。 你不要管,其實我二十五歲,我五歲就開始聽他唱歌的了,他怎麼知道二十五呢? 但是你每一次見到出來,他都說我二十五,我二十五。 他就叫自己越來越活得青春。 為什麼不相信健康,長壽,快樂,是神的祝福,永遠都臨到你身上? 為什麼會相信你老了就會病,老了就會窮,老了就會武力呢? 弟兄姊妹。 我們可以計劃老化,我們可以計劃體藥多病。 我可以計劃將來的悲觀、多仇。 但我同樣可以為自己計劃健康、長壽、幸福、輕盛。 今天你為什麼來做計劃? 你想起將來的時候,是想起什麼呢? 無論你有計劃還是沒有計劃,我想告訴你,其實你都在做計劃。 有計劃只不過是按著你的計劃而已。 沒有計劃,你就按著你的心。 《聖經》裡面有一個有趣的寡婦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寡婦,她老公呢,就過了身,她就沒有錢去找數。 債主呢,輪到她家裡,去到她家裡,就抓了她兩個兒子去做抵押。 只是她家,家裡面呢,什麼都沒有了,剩下一點油。 有一天有個先知,這個先知叫做伊莉莎,就在她家裡出現了。 而且呢,這個伊莉莎的先知出現,不但還叫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叫奇怪是什麼呢?她說,喂,她問你的隔離律社,借些大罐回來呢? 記住哦,是大罐哦,能夠裝多些油的大罐。 伊莉莎還特別吩咐她,記得不要拿些細的,去隔離借,還要借什麼?借大。 按照自然,按照環境,寡婦在想什麼呢?會浪費時間,浪費時間。 誰能進去,我看見,哪有可能。 我窮到來了,窮到 Lore комна,都被人拉上去了。 今天你還跑來我家裡住, 還叫我什麼? 曾經在旁邊借? 你不醜,我也要醜,還要走到旁邊借,還要借什麼呢? 借大罐? 是呀,真的要借一些給你,才知道。 以麗莎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她不改變她的想法,她的人生會沒有盼望,她一定要改變她的想法,她的人生才有希望 所以以麗莎一定要引導這個婦人,朝一個積極的方向去想,你要想,你要預備成功,你要預備封城,她就開始收集這些罐,收集回家 以麗莎就叫她玩個遊戲,她說你拿著這幾個罐,把油膜倒來倒去,把油膜倒來倒去,把油膜倒來倒去,這個罐膜倒去那個罐膜倒去那個罐膜倒去那個罐膜 所以說她的油膜倒來倒去,按聖經說,她的油膜倒來倒去是怎樣的? 倒來倒去倒來倒去倒來倒去,越來越滿,越來越多,不單止不是倒來越少,而是倒來越多 她的油膜倒來倒去倒不完,為什麽那麼多? 神的超自然叫這些油膜不斷的增多,直到所有容器都撞門,哈利利亞 其實如果她隨便走,找一個容器,找一個什麼回來都怎樣?都會裝滿 不過就會怎樣?就會太少了,就會激勵到她 所以偏偏叫她拿一個最大的,老友我想告訴你 聖經裡面說,神是一個厚似伯物的神 和你一旁邊說,神是厚似伯物的神 祂有口似於伯物給眾人的神 祂是厚似乳伯物給眾人的神 祂是厚似乳伯物給眾人的神 我今天要挑戰祂,祂為人生去發大夢 祂有一個大的理想,祂相信你的工作會成功嗎? 如果祂相信的話,祂知不知你會怎樣穿衣? 祂知不知你會怎樣上班? 祂相信你將會升職。祂知不知你班到工作的時候你會怎樣做? 你今天選了一件衣服也不一樣 我記得我畢業禮的時候,大家都很緊張 神學院裡面,一早就起床了 每個同學都在創衣服 因為知道什麼?今天是畢業禮 當你知道你會成功 你衣著會不同,你言行舉止都會不同 你要相信成功,不是相信失敗 不單止你要相信工作成功 連你說話都要成功 有時候開小組的時候聽到電影師妹是這樣說的 除了我之外,整個公司每個都加薪 老闆說要精簡人手,下個月我多數都失業 我告訴你,你不斷宣告一定會發生的 遲早都會發生的 而懂得踩單車的人就知道了 我以前住在沙田,不知道大家有試過在沙田踩單車大步 因為這條路很漂亮,不過這條路有一個特色 就是內部有幾條柱在那裡 大家知道嗎? 那條路在那裡很寬的 那些柱通常有多寬? 有沒有半條路這麼寬? 沒有的,有沒有三分之一條路這麼寬? 都沒有的,約四、五分之一 這麼大條柱 在那裡放四、五條柱 就是這樣 如果你踩單車,你會發現這條路是怎樣的 為什麼不斷遲到一械子,如果你不斷在那裡想 死了死了我快 directly撞下去了 壞了走了我快就好撞下去了 前面有一條柱子 亂持은要死了死了我快 intention 你知道這條柱會發生的事嗎? 耶耶耶耶耶,跟你irk市長,你真聰明啊 你真聰明啊 Watching the villain like this 我說這一條路 有五分四的路是没有柱的 只有五分一的路是有柱的 不过如果你相信你快撞过去 就算那条柱占那条路只有五分一也好 结果你都会怎么样 你都会撞过去 因为你心里面就是这样相信 你相信的事情就会这样照着来发生 因为你期待 因为你相信 所以那件事就会不断在你面前出现 兄姐妹既然都是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这些好事呢 跟你旁边那人说 好心你就相信那些好东西啦 你不单只要为蒙福来做准备 不是为祸患来做准备 第二 你就要在信心里面还要加上行动 不单只要为蒙福做准备 你而且还要加上行动 刚才读那段经文说 但是等候耶和华的人就必重新得力 其实人生有很多事情都需要等的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等的过程都分积极和消极的 很多人呢 他等他等 他等他等 他不是等着一些好东西出现 很多人天天在等 就等什么呢 等一些坏东西出现 等一些沮丧的事情出现 往往在我们等的时候 如果那件事不是按着我们的时间表发生 我们就会出现沮丧灰心 甚至放弃 即使心里面有神的应许 但是因为那件事没有因着我们的时间表发生 没有因着我们的预计这样去 所以我们都会失望 甚至会放弃 圣经的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 有这样提醒我们 他说弟兄们呀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看呀 农夫忍耐等候地里 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 坚固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禁了 他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等 我们要等耶稣基督的时间 我们要等主的时候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农夫 农夫等那个田里面 那些稻米生产出来一样 农夫日子都在等 不过你知道吗 农夫等的时候 他是带着期待地等的 有没有农夫 耍完种子就在灰心 哎呀 都不知道何时 都不知道多久 都不知道得不得 都不知道有没有用 都不知道耍来弄什么 你耍完种子之后 日日下火田 有什么事情发生 没有事情发生 还是有事发生 竟然是福田 你那边看着福田 昨天耍了种子 今天都没有 有没有搞错 第二天 你再走福田 福田有没有事发生 都没有 没有事发生 有没有搞错 大小祖又说会增长 打完 complement 拖了股 炸多和血渣子 炸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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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會這樣嗎? 他不會,他繼續擔,很開心在那裡淋 因為他相信什麼? 他相信有人會收息,但他現在看到你下去 第三天,農夫又來了,做什麼? 有什麼事情發生? 沒有事情發生,還要繼續怎樣? 又去擔兩桶水,繼續淋 到第三天差不多了,你會知道 三、四天開始有什麼事情發生 是什麼? 是摘草 是摘草 摘草發出牙的,說你不相信 你未耕過田你不知道 我是泰國耕過田,我知道 摘草發出牙 原來第二天還開始出摘草 我說完,我第三天一定有 哼,你是農夫夠有趣 第三天走過田 有沒有米? 沒有米,還多到什麼? 雜草 因為不僅僅擔兩桶水 還要做什麼? 還要拔草 有沒有米? 沒有米 但是農夫業是怎樣? 繼續樂觀 繼續積極 如果他一刻就相信 審下去 沒有了 曬氣 沒有了 都不知道做來做什麼 戴小帶整年 都從來未增長過 但是他沒有一隻山 我不帶了 牧師 經常都聽到有人這樣 第一次會 聖年形容這個等候 不是悲觀的等候 農夫的等候 是一個很有盼望的等候 他每一天加重他自己的工作 去到第二個星期 他不單知道淋水 他不單知道除草 他還可以知道詩 公聚越來越多 期待的等和灰心的等是不一樣,帶著期待的等表示我們懷有盼望,一個積極的心態去等待美好的事情發生。 就好像我快要結婚十二周年,我約了我老婆,一個燭光的晚餐,還有三天就到了。 好興奮,我們一早就訂了桌子,一早就訂好餐廳,期待著和我愛人一起有這頓飯。 我今天下午就是剪頭髮的了。 你積極等一些開心的事,你整個人生都不一樣,你就剪頭髮預備一下,買完好衣服,找哪家好餐廳,和太太可以開開心心有一個晚上。 但是如果你期待的是灰心,你期待的是失敗,你知不知道,你從今天開始就會變的了。 就開始流鬆啦,生意失敗妝啦,穿衣蜜蜜蜜蜜蜜啦,你就在期待著失敗。 阿國書二章十七節這樣說,沒有信心的行為,就是死的。 如果你信心,你說你很有信心,會得到上帝封聖的生命。 你很有信心,你信的神是會賜福給你。 你很有信心,神是會為你安排各樣的福氣在你的人生。 你怎會不今天就好好的準備呢? 聖經說,但那等候耶和華的人必從身得力。 為甚麼呢?因為他相信他在等的是一個有盼望的神。 他在等的是一個賜福給他的神。 他在等的是一個懈免他的罪,保守他平安的上帝。 這一個等的等待,怎會不叫人開心呢? 當相信神,將夢想放在你心靈裏。 你的行動也必須朝向相信。 他入了後書五章七節。 他說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硬見。 如果你知道事情的結局。 你不需要信心。 那個你已經知道。 但當你仍然迷惘,無所依靠。 你仍然表現出,是呀,神講過。 神要賜福給我,神一定會這樣做。 神會欺騙我,神不需要說謊。 你懷著期待,懷著一個積極的心。 你就是信心加上行動。 你的人生就變得不同。 農夫記得他是怎樣等的呢? 他懷著期望這樣等。 他淋水,他除草。 他維持那些泥土的鬆軟。 他盼望著有一天就會發芽成長。 等於我們都要囂貫自己的生命。 每天起來要敬拜神,讚美主。 感激耶穌給你充滿生機,充滿生氣,充滿盼望的一人。 聖經二錯下書,他說,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人,必會重生得力。 他們必如嬰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不困倦,行走腳不平伐。 最後一點。 如果你在生命中有積極的話, 你不單要為蒙福做準備。 你不單要信心加上行動。 你更加要對生命充滿熱情。 如果你想人生變得積極, 所以,你一定要幫幫幫医家。 你每天都是感謝神。 記得每天天都感謝神啦! Amen! 有很多人對生命失去了熱情。 其實這些人不是天生。 有些人失去熱情會很可怕。 你叫他去看電影,他就說有什麼好看,小叔去勾提宵夜城,你經常都會燒,不如去聚會,聚會興奮,聚會我去過很多次了, 你叫我,嘩,我看到一段聖經,很激烈,快去看看,以前讀過這段,都是這樣,我說這些對生命失去熱情的人,其實他們不是天生, 很多人在年青的時候,他都曾經為夢想興奮,為目標盡力,但隨著時日的過去,我們預見的失望比成功更多,再加上生活的壓力,很多人再不期待夢想實現,很多人不再火焰, 等於我們一定要每一天來激勵自己,好像保羅對提摩泰說,你要將你的火重新再挑旺起來,你要將我們給你的火重新挑旺起來, 聖經在羅馬書12章第11節這樣告訴我們,做基督徒的要因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上上伏是主, 你對生命不停埋怨,你知道嗎?有些人是這樣埋怨的,都不知道為什麼我老婆是這樣的,都不知道為什麼我老公是這樣的,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兒子是這樣的,都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多病,都不知道為什麼我的人生是這樣的,都是這樣的,都是這樣的,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和我老公沒有共通點,相處不來,我和太太沒有話題,然後,我們不知道怎麼增進感情, 我想說,可能你的另一半,或者你遇到的事不完美,這個是一個事實,我們沒有人是完美,但是你都應該感謝神,因為你有個人可以去愛,有個人你可以去關心, 他說,哎,豪哥,你不明白的了,我又要加班,又要進修,又要煮飯,又要什麼,又要什麼,又要臭兒子,又要照顧婆婆,又要又要,哎,我想告訴你,你不是又要,你是有幸,有幸成為別人的太太,有幸成為別人的丈夫,有幸照顧你的兒女,有幸去疼你的老爺和婆婆,你是有幸,我想告訴你,神單止給我們生命, 有幸成為別人的氣息,更加給我們封城的人生,如果神不幫你開門,我想告訴你,你連加班的機會都沒有,有得開OT,就是感謝主, 好,你怎麼會經常回來院,經常都開OT,有一天你沒有工作,你不要回來院,這樣,這樣又不好,這樣又不好,這樣又不好,這樣又開OT,就是感謝主,不是神祝福,你哪有工作呢,跟你隔壁,是神祝福你,你才有工作的, 如果不是神祝福,你怎麼會有餘女想照顧呢,今天有很多人想生個子女,都生不了,根據家計會調查,現在每四對夫婦,就有一對是不仁的,你有子女照顧,你說,多幸福, 我給我,我給他一對夫婦回來院,你怎麼會照顧,很麻煩,兩個小孩,這樣,給我啦,他又不肯,我叫他給我,這樣又不行,那你不要怨啦,有你為什麼不感恩呢,是不是, 假如神不幫你開門,你可能沒有兒沒有女,沒有工作,甚至,沒有機會享受,你有幸有兒有女,你有幸在人生路上面,找到你人生的伴侶,你有幸有教會,你有幸可以有得奉獻, 人家都會去拿來賺錢,沒有人生的伴侶,他們會去媽靈男生,或是怎樣,的人生的伴侶, 人人人都賺錢,你賺的錢是特別寶貴,因為你賺的錢,它可以祝福很多人,怎麼又奉獻呢,我不知道多感恩, 當你奉獻下去,你本身那些錢是你所用的錢,但是當你有機會奉獻,你的錢就變成什麼啦?變成神所用的錢, 這個多重要,你連錢的價值都可以提升,你有幸照顧家,你有幸回教會,你有幸奉獻,聖經說,若不是萬君之爺和華,給我們少留如種,我們早已像所多馬,俄摩拉的樣子了,沒錯,如果不是上帝的祝福, 你怎麼會擁有你今天所有的東西呢?既然你知道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祝福,為何不懷著一個感恩的心來享受神給你的家庭,給你的事業呢?為何常常要催毛求疵,在那些地方裏面找些不完美的事情出來埋怨呢? 為你的生命獻上感恩,因為聖經一貼撒羅尼加詞書五章十八節這樣說,凡是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面向你所定的旨意。 有很多人要人問我,徒哥,到底神的旨意是什麼?神的旨意是什麼? 我就說,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上上的感恩,當你曉得上上的感恩,你就活在上帝的旨意裏面。 如果你那人是上上的埋怨,你又懷疑兒子,又懷疑老公,又懷疑從事,又懷疑家庭論社,我想告訴你,沒有人喜歡跟冤婦做朋友,不要整個冤婦這樣,是不是? 既然上帝祝福你,你就应该开开心心 有人埋怨自己的另一半 我每一次听那些夫妇来投诉他另一半,我真的觉得好笑 因为我做年轻人工作,我知道那些年轻人追女孩的时候是怎样的 所以当我牧养那些夫妇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 明明一个曾经令你眼睛睛的人 令你睡觉都睡不到的人 居然过了这些日子,你会觉得很厌倦,很麻木,很疏离 以前我服侍年轻人,我知道的 他追女孩的时候,一打电话一说 我都睡了一说,你来了干什么? 没有啊,我都没什么要说的 拿着电话,大家在那里睡觉,都不肯收线的 刚才前的,结婚有多少年? 以前一秒都不想分开 现在就说我没有时间拥抱了 我赚他,赚坏了 为什么你不跟他聊天? 我很忙啊 有多忙啊,你每晚看电视 你看多少个钟头电视啊? 你跟他说,也有看电视的 每晚看电视,你又说你忙? 哦,我一个夫妇是这样的 结婚五六年左右 大家一个拖忙,问他们 为什么你不抽点时间出来? 嘩,什么鬼啊 我抽点时间就到他OT 为什么你不放假,大家一起约,去旅行啊 去什么旅行呢? 整天去旅行都去那些地方 都不明白他为什么 只喜欢走博物馆 怎么闷死人呢? 有一天他老公上癌症 他回来在我面前就在那里走 他说,红哥,我真的很想到他旅行 我在我面前跟你说过,你说过他旅行 他说,现在怎样呢? 现在他病了嘛 我真的很想跟他旅行 为什么病了才会珍惜呢? 好地利,大家健健康康 天天都可以这么开心 你又不珍惜,你又麻烈 到大家病了 你又觉得会失去了 哎呀,很可怜 我想告诉你,顶姊妹 除了上帝之外 没有事是永恋的 我们有的事,有一天都会失去 有一天你有的儿女 结果他都会离开你 他们都会结婚 他们都会大过 他们都会长大有自己的家庭 是吧? 你觉得很爱你的人生伴侣 对不起啊 人生真的很短暂的 不是你先离开就是什么 就是他先离开 今天既然有机会 可以享受上帝所给你的一切 教会 弟兄姊妹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帮个小组那些人就迷月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讲话 你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人说话 他这样的眼神 自己倒霉 我不喜欢跟他的小组 我又不要 好了 到他去结婚了 找人唱诗 可以帮我吗? 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些恩典 是给我们一些福粉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好好享受他呢? 圣经的启示录2章4节 神都最后末后的日子 又这样来罵教会 他说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听见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你对上帝给你的事 你不再感觉到兴奋 初初你认识的女朋友 你多感恩 你下个礼拜行结婚的时候 你充满着赞美 哇耶稣 你第一次上教会 见到这么多弟兄姊妹 骂你和你做好朋友 骂你握手 骂你欢迎你 你心里面不知多温暖 你悔改了之后回去 你很想爱你的家人 神给你教会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神给你的婚姻 给你的工作 给你的朋友 给你的家庭 给你的教会 你不再为你拥有的而兴奋 不要再让你拥有的 变成理所当然 不要让习惯叫你不再兴奋 要保持结晴 每一对生命献上感恩 有人埋怨说 豪哥你不明白的了 我的儿子真是坏得坏得坏得 圣经里面说 儿女是耶路华的神迹来的 是神所赐的产业 是神给你的礼物来的 你知道吗 我每一次听到家长埋怨小孩的时候 我就想起 他打电话给我 豪哥我生了个儿子 我说 我记得怎么样 大佬你四点几 凌晨 你生个儿子真是这么兴奋 你每天才告诉我 都可以 都不是的 好可爱的 你得不得闲啊 好了好了 得不得闲 你才不说有得闲 是吧 他四点几 打来都要得闲 打完打完 祝福祈祷 放了一笋教 我的眼睛都很准 我说 我当时都去医院 我说 我没有多久之前 你生个儿子 你很感恩的 你四点几 打电话来 叫我去医院那种祈祷祝福 交了几年 你日子在骂你儿子 不是吧 有没有搞错啊 神的恩典也确无所不在 但问题是 今天你会为上帝给你的献上感恩 还是你埋怨 还是你麻木 上帝给你的供应呢 等于你今天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呢 你的人生是不是会变得更美好 你的心灵有快乐和平安嘛 你会享受神给你的每一日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你一世人只有一千得金 下次我来讲到 不会再讲这篇的了 就算再讲这篇 也不是这样讲的 其实我今天也不厚照着这样讲的 没有一日是重复的 每一日都这么急便 不是每一日来到现场感恩 你会看到每一日都是这么丰盛 你会看到每一日都没有上帝的祝福 《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二节 最后一段经文 它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面上面的事 是的 地上的事往往令人灰心 地上的事很容易令人失望 因为地上的根本就是有一日会灭亡 所以我们看到地上的事越来越差 大家姊妹不需要灰心啊 因为圣经根本就是这么说的 只要你每一日思念上面的事 你想起将来有多美好 你想起天上面的神有多爱 你想起他有多次福 你想起将来你们会一家屯聚 你不见到的亲友都会在天上面可以找回 将来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 如果你常常思念上面的事 我可以很肯定 你人生里面充满着盼望 充满着积极 充满着上帝的恩典 眼神与你仍同在 我唱一刻 啊 那我想不是 感谢